他107岁还能穿针引线,快乐交流没有障碍,他95岁还要去看望105岁的老姐姐,他们结婚70年,百岁夫妻有什么相处之道? 他们爱喝羊汤吃伞子,山药罗汉参一样都不能少,想要长命百岁不是梦,长寿乡里还有什么门道?请收看本期乡土和百岁老人的亲密接触。 您好,观众朋友,欢迎收看乡土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长寿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,可以说全国很多地方都能够找到八九十岁,甚至是年龄过百的老人。 前不久我们在山东就找到了几位长寿老人,家住在山东善县的谢阿婆今年是107岁了,是我们拍摄过的长寿老人中最年长的一位。 那谢阿婆善于言谈,而且心灵手巧,107岁了思维还很活跃,这在百岁老人中可并不多见。 所以呢,我们带着很多的疑问来到了谢阿婆的家,看一看她的快乐长寿经。 咱这个107岁的谢阿婆啊,年轻的时候不光是缝衣服的一把好手,而且到现在啊,这厢功力也照样不减,是吧? 谢阿婆,你给我们试试这个穿针引线好不好? 好 来来来来 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,穿针引线是在西宗平常不过的事情,可是对于一位百岁老人来说,这可是不小的考验。 哇,看见没有? 真好了 真的是穿进去了 来来来来,我们看一下 哇,看见没有? 真的,似的似的 穿进去了 阿婆的这个眼睛还真的是挺棒的,是吧? 她说什么呀? 她说她也看见那个枕针了,她说 哦,就是说咱们阿婆能看见这个金眼,是吧? 哦,是吧 家人说谢阿婆年轻时就是村里有名的巧手姑娘,谁家有了冯新衣的活都会找到她。 俗话说,食指连心,经常活动手指关节,不光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 而且每个指头对应不同的内脏器官的经络系统,缝缝补补补的同时,也按摩了这些穴位,不光预防了疾病,还建脑活跃了思维。 日积月累,七八十年下来,借阿婆更加聪慧和善于交流。 啊,这个,是这个形状是吧?我们来看一下。 这是算是什么呢?算是两条鱼吗? 城墙火红,呈墙火红。 阿婆的意思是说这是? 城墙。 城墙啊,老年经常动动手,剪剪窗花啊,这样都有利于这个锻炼大脑,是不是? 对对。 思维拧结。 我发现咱们阿婆现在跟我交流起来真的一点不费劲,是吧? 是的,是的,是的。 思维很清晰。 很清晰。 是吧?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就剪这样的键子,是吧? 这个,这个,这个,他就会有。 这家用键子来就找他教这个人。 是吧? 啊,脚弄到了。 啊,脚弄到了。 阿婆说他现在就不好剪这个键子了,怕这个剪断了,是吧? 他剪断了,你看你把手刷上了,是吧? 对对对。 虽然阿婆剪出的窗花有些简单,但是还能看出年轻时心灵手巧的影子。 如此高龄还拿起剪子就不愿放下喜欢动手。 让我们现在揽鱼动手根本不会剪折的年轻人觉得挺惭愧。 快要到阿婆午饭的时间了,而媳妇说今天就要做阿婆最爱吃的东西。 我们很好奇,到底是什么美食呢? 大姐,咱们直接就把这个羊就放进去了,羊腿。 清炖是吧? 很衰适。 原来不光是谢阿婆,善心的长寿老人们都爱喝这羊肉汤。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养生秘密呢? 老头说,切螺,切下来,把肉剃下来,那这大骨头呢? 大骨头就不要了,切螺放到锅里,做过的汤,咱们是喝羊肉汤。 一把东西喝的羊肉汤都不汗了,有点喝的羊肉汤是有风的。 而且这个羊肉汤是就是说是在满了咱这个晚辈的爱心,是吧?一片心,所以老人喝起来就特别温暖,觉得心里面。 先把羊肉拿开水焯一遍,去腥和渣,然后再下锅煮。煮之前可是要加入特别的东西。 来喝样子。 年轻的时候就爱喝? 年轻的时候大概喝。 从你那个济世的时候他就爱喝? 每个月就是喝的。 基本上保证就是说隔三差五的,就喝这个羊肉汤。 其实咱们这扇线的羊肉汤做的好,最主要是里面有药,是吧? 有这个好的中药,特别滋补。 这个是桂皮,是吧? 这是桂皮。 这个是草果。 这个是桃果。 然后这个呢? 这个是贝纸吧? 对,这个是白纸。 这柠檬片,是吧? 对,柠檬片。 这个是鲁桂皮,这个是。 就是大概零零总总也有七八种了,是不是? 有七八种了。 哦,那咱们这儿喝羊汤每次都要放这些这个佐料吗? 就放这些佐料。 放这些佐料。 做出来味道特别鲜,是吧? 特别鲜。 您爱喝吗? 我也爱喝。 您爱爱喝。 加入了十来种中药和香料的羊汤,就成了一副药膳。 俗话说,药补不如食补。 羊肉温热补气滋阴,温中补虚。 所含的丰富蛋白质,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,见脑凝目,壮身补血。 所以对老寿星人来说,是大补的美食。 加入红色辣椒的羊汤,喝着爽快鲜辣。 可对于不爱吃辣椒的老寿星人来说,还有这种奶白色的羊汤,也同样滋补。 做羊汤很是拿手的扇县大一哥朱志文就说,他过去经常给父母做这种汤。 虽然现在双亲都不在了,但是手艺还在,有时也做给家人邻居喝。 羊汤不烫嘴,不如刷锅水。 咱们这个扇县的羊肉汤,好喝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? 原来这白色羊汤的精髓,就在这骨头熬汤上了。 汤要老汤,这羊骨头剁碎,就是为了熬老汤。 骨头里的骨髓精华,经过纹火这么一顿,对身体大有弊。 这骨头碗难煮,大概得两个小时。 两个小时啊,为什么出来是白白的颜色呢? 因为它里边都是骨髓。 都是骨髓啊。 奶白色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羊汤即将出锅,不过您可别急着张嘴,还要加入这些秘密配方,才会香上加香呢。 这是桂皮,桂皮,白果,这凉姜,丁香,花椒,肉果,这是草果。 看来猪大哥熬的奶白色羊汤和谢阿婆加的红色羊汤,加入的药材都差不多。 做法随格有千秋,但滋补功效,却异曲同工。 羊汤虽然好喝,但是阿婆只喝一碗,不愿多喝第二碗,因为她多年来一直遵循管住嘴迈开腿的经验。 喝多了会消化不良,而且上火,所以一碗就好。 看着阿婆站着羊汤吃,嚼得酥脆的又是什么呢? 阿婆一般是吃伞子,然后还喝羊汤,是吧? 家人说几十年来阿婆就喜欢救着伞子喝羊汤,实在很享受。 伞子也是全家人爱吃的典型,不光如此,在扇县没有人没吃过这伞子的,这可是名小吃,而且做法不是一般的讲究。 常说老人爱吃的伞子,到底是怎么做的,接下来咱们这个师傅就要给我们露一手了,是不是? 师傅您现在是在? 传念这个叫? 更那个听到? 有韧性。 有韧性啊。 别看小师傅年轻,做伞子可有些年头了。 从父亲那里手把手学了这门搓伞子技艺,养活了全家人,而且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 把手腕搓的面团一直搓成面条一样细,而且中间根本不能断,你说难不难? 粗的像个管子一样,这么粗的这个面圈,怎么变成像我们大叔手上这么细的这个面条的呢? 我真的是挺好奇的,比普通的面条还要细一些,是吧? 还能细。 还能细。 那就是说那么细的,就是比这个小指头还细的那个面条,就是靠您的这个双手一直这么弄,是吧? 对。 把他弄细啊,哇,咱们就完全靠手工,是吧? 对。 最长的时候这个应该有多长啊? 大概也就是十多米吧。 十多米啊,现在看来的话这个面还不容易断,是吧? 不容易断。 越到后面就越要小心了啊。 对,机器掌握不了这个面的软啊,硬啊,还没有这个手感。 嗯,这个拽面的过程啊,其实是你们夫妻两个人,小两口要配合特别的好,是吧? 对。 步调要一致,你看你这边往这边送这个面,反正它要接得很好,是吧? 是,是。 如果要是不协调的话,面就很容易断了。 是的。 那一断今天这伞子就不能做了,是吧? 肯定了。 哦。 不停的话,一天也就做个四五十斤嘛。 四五十斤,是吧? 一年也就剩一还是万块钱嘛。 啊,那也很不错啊,就家里一家人能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? 对。 嗯,嗯,您是不是觉得那个,您那边很难弄了? 我给您听,哈哈,这不是故意的,真的断了,哎呀,不过好在我们这块还不是太强了,是不是啊? 要不然我们今天把这个大姐她家的这个伞子这个面条给,真的是全部浪费了,哈? 你把这个时候放后面,把这个时候放后面。 这个放后面,这样拽是吧?为什么要这样拽呢? 你的那个拽的,反正。 劲儿不一样,是吧? 听当地人说,在过去,伞子是韩时节才吃的油炸食品。 因为韩时节那几天,一天早晚不能动烟火,只能吃冷饭,而冷饭对肠胃又没有好处。 所以,这耐储存不伤肠胃的油炸的伞子,就成了韩时节的快餐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伞子成了育肠也能吃到的美味点心。 我看您就是一直这么往手上缠,是吧? 嗯,缠完之后拿两根筷子一插。 一块一块的插下来。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难嘛,我觉得也不是太难,是不是? 最难的就是我这一个。 真的,我觉得看着很容易啊。 压住哈。 来。 我速度可能不如大爷,但是我觉得到时候。 不刻不像弹线,是这样。 还真得小心点,要不然一会儿断了,是吧? 你看有点那个不均匀,是不是? 这个中间这个空气太大了。 我怎么觉得手越捆越紧? 这个劲在哪里,这个就得带你这个手脖子的劲儿。 哦,我明白了。 不是说靠这个手的劲儿,是吧? 就是这个手不会动,枪条不会动,就这个手要缓起来。 哎呀,还行吧,插进去了。 插进去拿下来。 啊,真的是拿不下来。 你看,整个就断了。 就是,就是。 您还别说,大爷这门手艺真不简单。 要学会没有日复一日的反复练习,哪能成啊? 这一环套一环的工序中间,可不能耽搁太久。 要不面硬了,想要炸成形状,可就难了。 我们慢慢走。 好,翻过来是就可以弄弯了,是吧? 哦,一油,一油就弄不合了。 对,对,对。 这个是不快凉。 这个是在那个油,熟出好油,好面。 嗯。 做着这个东西,非得到老面前吃,相当的好。 嗯,嗯,嗯,你知道吗? 对,对,对。 那也还可以吃。 嗯,特别酥。 哎呀。 真的是,嗯,很好吃,而且耐饿,是吧? 好香啊。 酥脆香甜又暖胃的伞子,原来有如此复杂的工序。 不会降低标准,口感才能保证。 几十年来,一直是县阿婆的可口点心。 在扇县百岁老人还有很多,足有一百五十位之多。 那其他的百岁老人又是怎么养生的呢? 他一百零七岁还能穿针引线,快乐交流没有障碍。 他九十五岁还要去看望一百零五岁的老姐姐。 他们结婚七十年,百岁夫妻有什么相处之道? 他们爱喝羊汤,吃伞子,山药罗汉参一样都不能少。 想要长命百岁不是梦,长寿乡里还有什么门道? 请收看本期《乡土》和百岁老人的亲密接触。 李阿婆你好,李阿婆您这是去哪儿啊? 上伯子,上伯子啊。 上郭村去干什么呀? 上姐姐。 看您的姐姐呀。 哇,那个我们知道这个李阿婆已经是九十五岁高龄了啊。 她一百多啊,你看。 您姐姐大您几岁啊? 大四岁啊。 十岁是吧? 小您姐了啊。 我看您今天穿得特别的漂亮啊。 那个,阿婆您还带着礼物啊。 带的是咱们这个深圳特产啊。 哇,您对您姐姐真好。 你看现在这个手脚特别硬朗啊。 身体很好啊。 走路什么也都挺好的是吧? 干活是吧,应该有了不就在干。 就是啊,你心疼您现在不让干活了是吧? 阿婆激动的说不出来话了啊。 哎呀。 走走走走,你姐姐见到了。 阿婆,你看谁来了? 谁啊? 阿婆,还一来了? 还一来了? 对啊。 一年中,难得聚上一次的老姐俩,见了面还是格外的亲。 聊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老故事。 小时候姐姐对你好不好? 对我好啊,姐她都不痛啊。 阿婆听懂了啊。 你喜欢吗? 我喜欢。 喜不喜欢这件衣服啊? 喜不喜欢。 那什么,给你买这个哦,你喜欢吗? 我看吗? 这个棉啊。 喜欢,喜欢。 阿婆,你笑得好开心,像个孩子一样。 喜欢啊,她说的喜欢是吧? 看得出105岁的阿婆还是很爱美的。 带着儿孙们给买的首饰,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。 我奶奶,她不挑事了,她又不产事。 喝饭,老饭,反正就是,就是咱们老病人常吃这些杂饭。 吃东西比较全面,是吧? 我们不杂料的都吃。 那在你眼中,您觉得阿婆这么长寿,主要是因为什么呀? 我的印象反正,我奶奶心态挺好的。 真的,心态好。 对,什么事了,都放得开心里吧。 真的,就是说特想得开。 对,想得了,你管一出的就好了。 经常就是走动啊,串门。 这时,我们才注意到,细心的阿婆给老姐姐带的礼物,原来是当地特产。 山药富含氨基酸和微量元素,能健脾补虚,资精固肾,还能润肤养颜。 而这罗汉参也富含甲鲜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,补皮强味,增强身体免疫力,延免易寿。 要知道,这罗汉参过去可是皇宫的贡品,为什么如此滋补佳品,只有扇线才有呢? 原来,山县位于苏鲁宛玉四省的结合处,四季风明,空气清新,森林覆盖率高达33%,黄河固道,湿地长片,21条河流纵横泉线,水之优良草木风貌,所以盛产山药,芦笋,罗汉参等特产。 您看啊,现在在我面前啊,摆的满满一桌的都是今天阿婆的饮食了。 这是山药,是吧?这个是胡萝卜,然后这个是红薯,这个是花生米,是吧?然后这个是黄豆,黄豆,然后这个是米啊,这是鸡蛋,我觉得很丰富了,是吧?营养很全面,但是这些到底她怎么来吃呢? 给她做碎了,哦,做碎了,打成糊,那阿婆一顿能吃多少啊? 哎呀,这个碗,这个碗,两碗,两碗啊,这那么多啊?哇,那阿婆胃口还是很好的,是吧? 虽说105岁的许阿婆现在只爱吃粥,但是这粥的营养可是很全面,关键是网贝们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,才让老人老有所医,老有所养。 和107岁的县阿婆,105岁的许阿婆有所不同,接下来的这位百岁老人可是为大爷,而在他身边就是老来伴,93岁的江阿婆了。 50年是金婚,70年是白金婚,80年是钻石婚,那咱们这个大爷跟阿婆的话,基本上就应该是白金婚了,非常非常难得啊。 有不懂,他都给他包开啊。 哦,就是阿婆亲自喂给他吃啊? 嗯,其实都是切拿嘴脸。 几十年坚持下来,真的是很难得,是吧? 嗯,是。 您看看,现在我手上捧了一块瓷砖,这上面有两个人,夫妻的合影,这个呢,就是大爷和大娘他们,阿婆他们是几十年前,三十年前照的是吧? 三十年前照的,那时候还非常年轻啊。 在您印象中,他们两个老夫妻的关系好不好? 好。 真的啊,从来不吵架? 对,对,从来不吵架。 您没看到过? 有咱的印象。 真的啊? 您的老婆婆就是从来都照过了? 照过老婆婆,照过老婆婆。 哦,特别好。 是不是在您心目中,您觉得你们夫妻也应该像他们老两口一样啊? 像他,像他,像他。 所以这,就是说阿婆跟大爷他们就是楷模了,是咱们村里的楷模,是吧? 对,是阿村里的楷模。 有他们两个老夫妻在这儿,咱们所有的这些年轻, 后面的这些晚辈的夫妻都要向他们学习。 都要向他们学习。 所以这张照片真的是他们这个爱情的见证,是不是? 是,是,是。 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,但是就是岁月的打磨,是吧? 对,岁月打磨。 岁月是检验一切的这个最好的证明了,是不是? 对,对,最好的证明。 对。 此时我们觉得任何的话都是多余的,整整风雨相伴七十载,正想歌里唱的。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,到老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。 你为我一口水,我给你擦擦嘴,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生活,却折射出最质朴的生活哲理。 七十年的时光也许是检验他们真情的唯一雕齿,时间的重量需要我们用心去撑。 我们对这个百岁老人有这个长寿补贴,省里是每年拨给每一位百岁老人每个月是200块钱,200元。 那么作为擅险配套了200,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位百岁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这个长寿的补贴是400元。 对这个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,我们也是完全按照这个省政府的标准,全部发放到位,很受我们这个老年群体的欢迎。 走访了几位百岁老人后,我们发现他们各具特色却又有共同点,大豆务农,喜欢劳动,粗茶淡饭,心态平和,清心寡欲。 除了自然环境优良,合理的膳食结构,遗传基因等因素外,被誉为中国长寿之乡的膳县,还有什么长寿秘密呢? 不光深受孔子儒学礼仪文化的影响,膳县也是老子隐居九年的地方,道德经上善若水的思想在这里酿成。 看见这三层楼雕的石排放了吗? 这可是膳县渊源流长的孝亲敬老文化的最好见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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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个最勤劳的节日 这是一个最神秘的节日 您知道这些都是什么节日吗? 您又知道它又有什么含义吗? 欢迎收看下期相处千奇百怪的节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